有点贵味 你尝尝 什么味儿这是 胸是四肿 有个贵州粉丝给我发私信 说大连也有一个贵州银做的正宗酸汤鱼 谢谢小爷 走 你好 三位 这个是必点的是吧 这是我们家特色 贵州酸汤鱼 来我们家都是帮我们家这个贵州红酸汤 存发酵180天的酸汤来的 不能吃坏吧 发酵那么长时间 不会 它必须时间达到像那个贵州茅台酒一样 它才能产生那个酸度 贵州人就这么吃的 我就吃吧 建议您来个新疆鱼 这是我们家点击率最高的 好的 贵州是不是有两个非裔豆腐 我上网查了一下 做好功课了 是的 一个是贵州灰豆腐 还有一个是鲸鱼豆腐丸子 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特色的 那个泽尔跟凉菜 这个特别好吃 但是不知道您能不能吃的观 但我建议您挑战一下 哦 那就是有粉丝给你留言让你挑战的 抽吗 对对对 还是怎么事啊 喜欢吃的人是特别香的 贵州人吃的是很多东西就要放的一个 但我们在大连就没敢放 但是好多愿意来挑战 我这个老该胆肥了 这个要先喝汤啊 后吃鱼 你说你哪个话啊 我这个是南方江不是吗 这么种种啊 我给你来的汤啊 谢谢 谢谢 汤贼呀 酸辣 哦 挺爽的 是不是有很多中国姑娘喜欢酸辣 也不是所有姑娘都喜欢酸辣的 有的男的特别喜欢又酸又辣的 哦 我们说的是汤 还是 我说的是你 还是姑娘 在下面留言哈 男们喜欢这个酸辣这种苦味吗 发酵的半年小狮子 味是不一样的 好喝 据说是南方比较湿冷 所以喝这个汤就比较去湿 老婆你多喝一点吧 我刚想说你多喝点吧 你脑子挺湿的 关机 老婆这么有清雕的饭店 我尝个大话 合适吗 这衣服你看不 这个特别 这颜色是不是蛮搭的啊 我这个穿的好像是比较有骚气的 这个是非常好看的 这蘸料得先倒一手汤 先尝尝这个青江鱼 这个是鱼肚的 特别香 看着就是嫩 好吃 有一点肥 特别香 这个蘸料不错 就是不是特别辣 看那个上面的肥肉 我好像是头一回吃贵州菜 据说这个鱼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56个民族 中国的美食太多了 老婆咱们是这样吧 从现在开始 哪一个月都出去一趟吧 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吃他们的自己特色 怎么这么突然呢 就这么规定了 好吗 其实我特别期待你吃这个 这个是你之前拍视频的时候 粉丝留言 留了好多乱吃 我都不知道是啥 来 有什么特别的味 有人喜欢吃吗 我妹觉得好吃 就是因为不好吃 大家才让你吃 我觉得这个口感挺好的 长得像豆芽 特别脆 有点像吃草那样的感觉 但是里边那个味 能腌着下去 没有那么接受不了的 但是越怪味 你尝尝什么味这是 这姜汁好吃 大家呼喊了两年终于尝上了 没洗衣子大连还能有 稍来一点 你真实一点 真实一点 真的 我特别不喜欢吃姜 但是它还有点腥丝丝的味子嘛 你怎么吃的 我一点心里准备没有 我觉得挺好吃的 看你吃的 我没觉得好吃 但是这个心上不得 还有一个名字 我上网查了 叫鱼心草 看这个青椒鱼真的是一根刺 哎呀非常方便吃的一个大块 你就全捞走吧 特别我吃了没问题吗 可不可以送我吃吗 倒得鱼心好的味 还回荡在我的脑海当中 再尝尝这个黄辣丁 这个刺能多一点 这个更嫩也更鲜一些 你说 老外会吐刺 我觉得它这个调料优点在 它的调料味不是特别浓 不会把这个鱼肉的鲜和这个 酸汤鱼的这个酸味给盖住 它只是提了这个鱼的鲜味 还蛮好的 自然一点 你太会点评了 专业的 我对这个是非常感兴趣的 特别西洋丝的嫩真的是 麦素里嫩 长得特别脆 你不光会这个鱼丝 我都看得也行吗 吃有点野哈 真的好吃 老板说 这香酥鸭呀是用贵州的小板鸭 腌制之后风干 然后运过来再炸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肉是像肉干一样 一条一条的 吃起来特别好吃 非常的入味 看一下 再来个废仪吧 灰豆腐果 就说是三百年 听说工艺超复杂 灰豆腐果好了 说实话我不是特别期待 就挺像冬豆腐嘛 但是它比冬豆腐有嚼口 有弹性 看起来有点像大肥肠 为了这么多年的手艺 我也得尝尝 好吃 没有什么贵味 这个也是个一百五十年的肥仪 豆腐丸子 挺香的 很炸的嘛 哦 蘸的这个蘸料也是酸的 这个里边也有点像那个冻豆腐 我感觉这个是比较有食欲的吧 我有点想吃 老板说这个是寨子里的猪 比较顶级的吧 它这个纹里太好看了 瘦的肥的 哦 起来特别厚 很香 品质特别高 但是这个我感觉应该旧饭吃 能更熟 肉饭想想就好吃 来来这个苦桥茶解解腻吧 喝得很舒服 我今天喝了很多 哈哈哈 应该喝了一桶吧 酱山糕 perfect 再来个艾草进口 说个文吧 艾草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有什么功效 这个也算是蛋糕吗 不是很甜 非常的脆 还是应该能爱吃这样 好喝 美苏里年 这果我跟你讲 爱吃的人会特别爱吃 不喜欢吃的人会非常不喜欢 我是喜欢的 我喜欢这种酸辣 但是每一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那么呢 喜欢酸辣吗 喜欢的话这个没毛病 蜜鱼特别嫩 青江鱼比较方便 真的是一根刺 贵州的美食 爆赞 方便的时候 我应该带着家庭一起去贵州 看看美食美景 有美女吗 哈哈哈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支持我们下次再见 啊 Peace